就在前不久英国女王离世了 而这次英国女王的离世 会对全球的经济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 因为女王这次离世的时间太特殊了 一方面俄罗斯跟乌克兰还在打仗 欧洲现在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能源危机 另外一方面疫情还没有全部恢复过来 全球的经济依然在一个恢复期 这时候收到了英国女王去世的消息之后 全球重大的金融机构都对未来的经济预测 进行了一次重大的调整 我想通过这个视频不仅让你了解到 英国王室对于这个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 更希望让你了解到英国女王离世这件事情 对于我们后面经济的一个影响 我是澳洲Henry 带你用商业视角看我们的海外生活 这次我会从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切入 让你了解到英国王室对于全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 还有我会让你知道英国女王她在世的时候 她究竟有多么的有钱 可能完全超乎你的想象 另外我想让你知道对于全球的经济 将会是一个多大的挑战 在结尾的时候 我还会让你知道英国女王对于我们普通人 可以带来的一个启示是什么 究竟怎么样让我们在未来的商业世界中 也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 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视频的话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另外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以后其他的精彩的视频了 首先要聊女王去世这件事情 我们要了解英国王室她的作用究竟是什么 我们其实都知道英国王室的权力本身是不大的 因为方向盘实际掌握在国家的首相手里面 但是英国王室每一年却给英国带来了巨大的开销 他一年的开销就多达3亿多英镑 3亿多英镑什么概念 洛杉矶狐人队整个球队那么多球星 所有的工资一起加起来 也只有1.5亿英镑左右 所以一个王室的开销可以养两支洛杉矶狐人 这样的NBA著名的球队 另外女王平时主要住在两个地方 其中一个是白金汉宫 我就不讲他有多大了 我就讲一下他有多少个房间 他有700多个房间 同样的住所英国皇家居然有6个 另外一个著名的温莎城堡 房间的数量更夸张 多达1000多个 你想这么大的房子 平时要找人来维护 这个花园也要找人来打你 就光白金汉宫里面来调钟表 把这个时间校准的钟表师傅 就雇了两个人 更重要的是他们经常在白金汉宫 请别人吃饭 就光一年请别人吃饭的开销 就高达200万英镑 但是你发现了吗 经历了这么多年 英国王室的地位从未被撼动 而且老百姓几乎没有什么抱怨的 因为如果你把英国王室当成了一个家庭去看 你就会发现它是一个累赘 但是英国王室其实不是一个家庭 更准确的讲它应该是一个公司 之前小王子的太太梅根 只要一提到英国王室 就会用一个词来形容 叫做the form 就是说这家公司 而这个词其实不是梅根发明的 其实很多年前 伊尼莎白女王的父亲 乔治六世就曾经说过 整个王室其实是一个公司 他们有自己的收入 也会有自己大量的一个开支 我们平时看到英国王室 我们只能想到伊尼莎白女王 和她背后的家庭成员 但其实整个英国王室它的背后是有个成千上万的一个团队在为它服务的 这个团队里面其实有他们正常的能力资源部门 IT部门 财务部门等等去服务这一个整个公司 作为一家公司 它应该有自己的一个主营业务对吗 那么英国王室究竟经营的是什么 很简单 它经营的其实是它的影响力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从2012年开始 欧洲的时尚间就流行一个词 叫做公爵夫人效应 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英国现任的王妃 也是剑桥公爵夫人的凯特 她因为自己有独特的这种穿衣品位 成为了英国的带货女王 她穿过的衣服还有风格 都会被英国的女性争相的去模仿 英国有家媒体就统计过 英国女性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像凯特 每一年要多花费250英镑在穿衣打扮上面 光是2012年这一年 凯特就为英国的经济贡献了至少10亿英镑 而就在不久之前 当时一个美国的节目 就采访了小王子哈尼和她的太太梅根 梅根在这个节目里面就一度吐槽 说王室里面其实有很多矛盾 比如说他自己的孩子就因为有黑人的血统 所以受到了王室的一个歧视 节目一播放之后就立马火爆了 据说在当天的时候 全球就有3000万人次通过网络观看了这个节目 当时这个节目放完之后 最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就是你看到这个节目上面采访的时候 他们在坐的一个椅子 是由一个网红的著名设计师设计的 这个价格也不便宜 平均要花费500多美金才能买到 但是在这个节目播出之后 这个椅子居然一下子卖脱销了 而刚刚去世的伊丽莎白女王 她就更加是一个带货女王了 全球最著名的顶级奢侈品品牌爱马仕 如果我说她是顶牛 应该没有人会反对的 那么在爱马仕的发展史上面 最重要的一个形象代言人 如果你去问爱马仕的老板的话 他一定会毫不犹豫的告诉你 是英国女王 而且英国女王没有收他们一分钱 英国女王无论出席任何活动 都会带着不同花式 不同设计 不同风格的爱马仕的围巾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爱马仕就等于高贵 这件事情就在人们的心目中 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所以我们明白了 英国王室这家公司 它带来的一个巨大的效应 但是如果你以为这个效应 只是用在了带货上面 那我们看这个问题 就看得太肤浅了 英国王室的影响力 其实大的多 而它最主要的业务 其实是维护整个英联邦 或者说整个英国的一个稳定 英国早年被称作为日不落帝国 它在最辉煌的时候 曾经拥有过3300万平方公里 占到全世界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 但是很快二战就爆发了 当英国向纳粹德国宣传的时候 这个德国人就把炸弹炸向了伦敦 14岁的英女王 并没有选择跟她的父母一起去海外 而是留在了伦敦和民众站在一起 通过广播发出了它稚嫩的声音 而这个稚嫩的声音 当时很多英国人到今天都记忆犹新 说就是这个稚嫩的声音 让英国民众鼓起了要战斗下去的一个勇气 只不过当英国女王上台的时候 她面对的其实是一个即将分崩尼西的 一个英联邦帝国 在战后整个英国元气大伤 不仅被一脚踹下了老牌资本主义帝国的王座 而当时英国的经济也是非常的困难 连自己本国的居民的食物 都要靠供给制维持下去 紧接着就看到了像巴基斯坦 印度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南非 一个个国家从英联邦体系里面独立出去了 所以这时候英国女王 伊丽莎白上台的时候 第一件大事就是维稳整个英联邦国家的体系 她用了半年的时间 几乎拜访了所有的英联邦国家 发表了超过100次的讲话 而有人给她统计过 说她在这个半年里面握手的次数 就超过了1万次 她通过最大的努力 把整个英联邦国家依然凝固在了一起 其实到了今天 英联邦国家绝大部分 其实不再受英国的管制了 而英国真正可以拿到英联邦国家的利益 也是非常少的 就拿我所在的澳洲来讲 这一次英国女王去世了 我发现最多的新闻讲的居然是在讨论 英国女王去世 但是我们国家要不要放个假 最后他们也如愿以偿 真的拿到了额外的一天假期 而在英女王去世之后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加拿大 都在考虑是否要退出这个体系 另外是否依然奉英国最新的查尔斯国王 奉为他们的元首 而接下来英国王室要操心的业务 就从全世界的英联邦国家 缩小到大不裂颠帝国了 因为英国本身是由英格兰 苏格兰 威尔士 还有北爱尔兰 这4个国家和地区 组成的一个联合王国 其实这4个国家 都有他自身带的语言风俗 还有制度 还有他们的自治权也很高 都有自己的议会 所以对英国这个概念的认同感 很大程度上都来自于 对于英女王的形象的一个认可 我们来看一下英女王是怎么样经营 大不裂颠自己国家的一个完整性 这个业务的 首先伊丽莎白女王为了打破 这个王室和民众之间的一个距离感 他居然在他的加冕仪式的时候 同意把这个加冕仪式对公众进行公放 第一次让人们通过电视机 看到了一个女王的一个加冕仪式 而随后到了这个传统的圣诞节的时候 他又把自己的这个字词 从原来的广播改成了电视 而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面 在圣诞节前去看这个女王的字词 就成了英国民众特别喜欢的一个节目 就有点像我们过年的时候去看春晚 或者要吃饺子 或者看外面放烟火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 就是谁火谁就可以到白金汉宫 接受这个英女王的嘉奖 在过去的时间里面 英女王就接见过像马尼联梦露 大妹合唱团贝克汉姆 包括像Lady Gaga他都见过 他甚至还要求回归这个曼年的C罗 送他一件球衣 你看这个女王的形象多么的清明 2014年的时候 苏格兰当时就希望离开这个大不列颠王国 进行了一次公投 在公投前夕的时候 英女王一看这个局势不对了 立马就跑到了苏格兰 进行了一场对全国观众的一次公开演讲 伊丽莎白就开始跟民众打感情牌 并且鼓励他们去谨慎的考虑苏格兰的未来 当时的结果非常的接近 赞成票45%不赞成的55% 可以说是旗鼓相当 如果当时没有英女王参与进来 我估计后面的结果就难说了 那么说到王室这家公司 你公司总要有直接收录 那么英国王室的收录有哪些呢 说出来你可能会惊讶 因为英国王室的收录 其实非常的多 比如说英国有一条著名的摄政街 Region Street 是英国伦敦西七一个著名的购物街 云集了世界上各种奢侈品 还有大牌 游客是络绎不绝 每一栋建筑都是历史文化遗产 而这条街上所有的房子都是属于英女王的 你说他有不有钱 另外英国王室在英国本地 还拥有大量的古堡森林 还有那些一眼望不到头的海岸线 都是英国女王的 据统计在英国有超过50%的海滩 还有附属的海洋资源 这些都是属于英国王室的 预计这些总价值全部加起来超过150亿英镑 而白金汉宫和温莎城堡 平时也是对公众开放的 还可以收到一笔不菲的门票的费用 而在英国王室手上还有一笔非常神秘的财产 就是大量的古董和字画了 据说英国王室手上的字画超过1万幅 随便拿一幅出来 在市场上的价值都是过万的 而说到全世界最贵的珠宝 你一定会告诉我是钻石 你知道全世界最贵的钻石是哪一颗吗 这颗钻石叫做非洲之星1号 这个钻石的体积居然比一个鸡蛋还要大 太夸张了 而这个钻石就被镶嵌在了 英国女王的手杖上面 而全世界第二大的钻石 非洲之星2号 被镶嵌在了 这个伊丽莎白女王的这个皇冠上面 所以说英国王室他不仅拥有大量的资产 同时自己也有很多的一个收入 很多时候甚至还要给英国政府交很多的税 这也是为什么绝大部分民众并没有抱怨的一个原因 那么对于一家公司来说 他最大的支出是什么 或者说他潜在的风险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只看到了员工的工资 那么对于英国王室来讲 其实这笔开支他们是完全可以承担得起的 但是他们真正最害怕 其实是对自己名誉的一个损失 在英国女王去世之后 他儿子查尔斯已经成为了新一任国王 登上了这个宝座 但是相比受人尊敬和爱戴的伊丽莎白来讲 查尔斯王子其实并不能让整个英联邦国家幸福 毕竟他的风流史一度成为了人们差鱼饭后的谈资 年轻的时候查尔斯王子就一直是绯闻不断的 在迎娶著名的戴安娜王妃之前 其实就有过20多段厌史 而在和戴安娜结婚之后 他跟他现任的妻子卡米拉 一直保持着一个情人的关系 当年的戴安娜在离婚之后就曾经说过 他说他真的受不了三个人的婚姻 而当时戴安娜生下来的这两个王子 也是对查尔斯的这段风流史耿耿于怀 查尔斯王子为了挽回这个形象 其实做过很多善事 比如说他成立了一个慈善基金 但是人们却发现他在用慈善基金给自己赚钱 曾经有一个沙特的地产大亨 就给慈善机构捐助过150万英镑 而捐助完成之后 沙特的地产大亨居然就拿到了英国的公民 还有爵士身份 所以英国王室最担心的就是王室的生育受损 而接下来查尔斯王子上台之后 是否能够让民众服众 这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了 民众为什么对这次英国女王的去世 如此的担心 主要是现在的时间点太特殊了 首先第一个是俄乌的战争打个没完 然后俄罗斯现在天天在威胁欧洲 他要把管不给欧洲供弃了 各个国家的居民都开始出来游行了 英国就有很多居民上街把自己的能源的账单烧掉了 因为从这个战争开始到今天 英国的能源的价格已经翻了接近10倍了 这个真的是太夸张了 而新的英国首相上台之后 又宣布了一系列新的经济举措 在现在通货膨胀已经居高不下的情况下 他居然宣布了一个1300亿英镑的一个补助项目 他说他要确保英国每一户都可以拿到至少400英镑的一个补助 除此之外 他还给了一个额外的400亿英镑的一个企业补助 光这么干也就算了 对吧 他还降税了 希望企业在下一波生产高峰里面加大投入 所以他采取的做法就是降低企业要交的所得税 所以外界就真的开始担心日不落帝国会不会撑不下去了 其实在疫情的几年里面 英国的坏消息是不断的出来的 首先是脱欧之后的影响越来越大了 另外在2021年年底的时候 英国的国债已经超过了GDP了 也严重超过了欧盟的一个平均水平 让外界非常的担心 而在2022年初的时候 印度最新的GDP公布之后 居然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英国 成为了世界第五 印度曾经作为他的一个殖民地 居然在生产总和上面超越了英国 让人们真的开始担心未来全世界的格局 会不会产生新的变化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总体英国女王去世 有可能会对后世带来的一个危机是什么 首先第一点是让人们最担心的 就是苏格兰又提出了要进行一次公投 而这一次公投要进行的时间就是一年后 这一次在女王已经不在的情况下 新的公投的结果很有可能是 苏格兰成功的会从英联邦里面独立出去 一旦这个情况发生了之后 欧洲的情况就会发生一个大的格局的变化 就拿英国来讲英国脱欧 离开欧洲的体系已经成为一个定局了 所以他为了维护住他的经济和美国老大 站在一起强有力的形成一个联盟 是他接下来唯一的一个救生法了 那么过去英国模糊的站位就被确定下来了 哪有美国和中国主导的贸易战带来的去全球化 会在英国这一次战队完成之后变得更加的激烈 那么去全球化对我们老百姓带来的显著的一个改变 第一个是物价一定会不断的上升 另外全球的资产价格会形成一个重大的两极分化 就是本国需求比较大的一些国家 他的资产的价格会迅速的提高 而过去一些以出口为主的国家 接下来的资产可能会面临着一个危机 另外一点是特拉斯上台之后采取的一些新的经济举措 他的经济举措可以说是跟全球的绝大部分国家采取的举措 是反着来的 一旦特拉斯的经济举措取得了效果 反而是经济学家最担心的 因为现在全世界的主流的呼声是开始涨息抑制通货膨胀 但是特拉斯的这种经济举措一旦成功了之后 很多国家很有可能会布英国的后路继续弃用一样的政策 那就会给我们新的一轮的通货膨胀带来巨大的压力 那么未来的经济可能就更不确定了 最后我想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看完英国王室的故事之后 可以给我们普通人带来的启示是什么呢 我平时在工作中依然有很多人来咨询我商业问题的时候 会纠结一个问题 就是我的企业在面对外面的用户的时候 究竟是以企业的形象还是以个人的形象更好呢 从英国王室这件事情去看的话 就是个人的形象对于公众的影响力 永远是大于企业的一个效应 甚至会大于一个国家的效应的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有很多大的企业 比如说像特斯拉 我们记住的是Elon Musk Elon Musk在他的推特上面 发一条信息带来的影响力 可能远远大于特斯拉这家公司 在营销端花的广告费用 所能取得的一个效果 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产品的负责人 走向了台前开始做起了直播 认真的做他们的产品的发布会了 因为对于民众来讲 个人的亲切力要远远超过企业 一个冷冰冰的形象 从我们看社交媒体的习惯里面 你也可以发现 你平时很少会去收看一些企业的账户 我们更多的时候愿意看到的是一个个人的形象 所以知道了这一点 我们就知道了未来的企业发展 或者说未来的商业世界的一条捷径 就是与其去说自己的产品好 去宣传自己的公司品牌 还不如去打造公司负责人的一个品牌形象 用公司一个人的个人形象 拉近和用户之间的距离感 帮助这个公司的业绩迅速的提高 那么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 我们也有经营我们自己品牌的一个捷径 其实今天的社交媒体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大大的一个方便 我平时总是跟周边的人分享这个概念 为什么呢 因为在今天这个世界 我们普通人分享的成本其实非常的低 你只要把过去的一些经验和总结 利用今天的社交媒体分享出来 就会让周边的人获得价值 自然而然就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一个影响力 甚至带来更高的收入 如果你之前还没有免费领取过分享这本书 你可以点击我们视频结束的链接 了解更多如何免费领取分享这本书的详细信息 我是澳洲Henry 带你用商业思维看我们的海外生活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这一期视频订阅我们的频道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以后其他的视频了 我们下一个视频见 掰了个掰